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 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如果您需入境我国或由我国转机 请准备登机前3日内的Communit 19核酸检验报告 提醒您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 1.登机者护照姓名 2.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3.裁检日及报告日 4.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5.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 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您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12月18日是国际移民日 内政部提前举办移民节的活动 安排新住民朋友穿上传统服饰外 也相互品尝异国美食 同时进行首座DIY 让新住民朋友更能融入台湾的社会 在地风箱舞蹈团的舞者 随着音乐摆动 大跳舞曲 魅力四射 为2020国际移民日活动 揭开序幕 除了热闹表演 来自各国的新住民朋友 穿上传统服饰 在摊位前 准备家乡的一国美食 像是越南彩虹糯米饭 色彩缤纷 而来自缅甸的平民美食 金山面 吃起来像是台湾凉面 搭配一杯奶茶 口感独特 有蛋 然后有鸡肉 然后有豆饼 洋葱高丽菜 其实蛮丰富的 蛮丰盛的 以前缅甸就是英国统治 那时候他们有带来很多印度兵 然后那时候印度兵 他们的文化也带进来 他们喝奶茶 除了一国美食 还有同外摊位体验 像是泰国的采椰壳 中国的头湖 都让家长和小朋友 玩得不亦乐乎 想要多接触一下多元文化 然后就觉得 有这个活动可以参加 2020国际移民日 在海科馆登场 内政部长徐国勇 金融市长林优昌 特别到场 和新著名朋友同乐 希望台湾社会不分你我 让新著名朋友 能够融入在地生活 我们移民署 在有关新著名的赔利方面 我们都尽全力的 来跟我们新著名 做相关赔利的一个活动 我们有各种年轻二代的赔利营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主持人 是我们越南的二代 他今年刚刚从台大政治系毕业 他是在台湾的第二代的新著名 非常的优秀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里 也要感谢我们很多朋友的帮助 让我们新著名的一些活动 能够更加的快乐 更加的圆满 所以我们看到新著名朋友 在台湾 让我们台湾的整个元素 更加的多元 然后所以台湾会变成一个 不是黑白 而是彩色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最漂亮的国家 我们全国性的移民节的活动 来到基隆来举办 我想更有它一个历史的一个秘义 因为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 是一个港口 本来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 汇聚的一个城市 那我相信今年的一个活动 也有一个新的历史的意义跟起点 也就是我们希望更多元的一个文化 更多的一个人民 全世界能够来到台湾 根据统计 新著名和其子女 在台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万人 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移民署透过活动和政策 要让这些庞大的新著名朋友 都能够融入台湾社会 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湾语球艺哥周天成 趁着练习空档回到母校基隆高中 和基隆小选手分享运动防护的观念 校方安排小选手与心目中偶像一起练球 其中大学长市长林又昌 也与周天成搭档进行友谊赛 两人默契十足 顺利应得比赛 球场上台湾语球艺哥周天成 尽情挥拍 而一旁搭档 是他基隆高中毕业的学长 市长林又昌 头一次搭档 似乎很有默契 小天来回的杀球 果然爆发力十足 但市长林又昌 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管是掉球 或者接发球 都跟得上脚步 果然两个人默契很好 顺利赢得比赛 包括我们基隆高中 还有我们基隆的三级学校 都很乐中于在与球选球的一个培训 所以今天有小天来当大家的一个楷模 而且他非常愿意来提起后劲 来培育下一代的这个选手 我觉得非常敬佩 也非常的感动 所以当然站在市政府的一个角度 我们也会竭尽我们所能 不管是市政府的资源 还是民间社会企业上的一个资源 我们都会来全力协助 不管是在基隆 甚至包括全国羽球 运动的一个发展 台湾羽球一哥 周天成正的训练空档 不断的投入公益活动 这一回回到基隆母校 基隆高中 教导基隆小选手 运动防护的观念 还进行一场接龙比赛 之前也是会回来 带一些学弟们他们做训练 就是来这边协助教练 然后甚至自己也来这边训练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 氛围 always很好 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半山腰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专心 在这边训练 所以一方面是也希望市长可以让多一点 比较好的人才可以来到基隆高中 这边做训练 因为我觉得这边也很好的 郑永成教练 印尼的教练 他这些世界排名也是第四名 那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 最重要就是这种羽球的观念 如果能在小时候 国中高中你可以去 有这种很好的基础的时候 你在后面的发展 你才更容易成为一个国际型的选手 叫我们很多放松的动作 不管是上次还是下次 然后都让我们学到说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不管是比赛的训练前 都要做好放松 他以前有连十次场比赛都输过 也还是都没有放弃 我会觉得我们可以向他学习 世界级的羽球高手来到学校 加上又是学长身份 小选手超级兴奋 周天成在球场上 展露球技 希望帮助基隆的羽球运动 蓬勃发展 也让师生看到台湾羽球一哥的亲和力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设立已久的 基隆大五轮工业区 目前进行工业区分转 这个分转到底是什么呢 透过一轮黄紫胶现场直播开箱介绍 一块来深入了解 三家分别是什么样的技术 成为一个全新的 不乃分别是福记的食材 我们作为加热的食材板 这个食材板就是这里 福记食材出来的 食材是石头的石 不是食物的石 不要像我一样也会卖海鲜的 还有呢 还有呢 圆张玻璃作为在玻璃 圆张玻璃 圆张玻璃也在大五 圆张玻璃在这里 嘿嘿嘿嘿 好了好 这个就是我的杯子 好漂亮喔 你看我们大五 真的是人才辈出 地方高手耶 谢谢 好 再来第三个呢 在整个里面 电源加热的核心 系辅能源 系辅能源 福记食材 圆张玻璃系辅能源技术提供 结果这打造出一个 全新不一样的产品 没错 未来我们在家中的家电使用 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 有限的你的家电使用 对 所谓的无限恒温式的围巾炉 你可以充跑电 带去露营的时候 一样可以夹热咖啡 对不对 在食火锅的时候 对 再也不会有一个人被陷勾住 真的真的喔 包括喝咖啡也使出 更加轻便方便的带出门 可以轻易的打造 那个手冲咖啡 呃 局长董事长要不要来一杯 福记家的董事长 讲福记食材的 对 董事宣 董事宣 来来来 为你先来一杯 邀哥你也最大碗 来来来 系辅能源 别做 对 充电电池的学习 从一个三变也可以做 有脚踏车 机车 起车的 所以他就一直把它变上来 变得变上来 但是他们都设计脚踏车的这个 这个 所以就变成了 所以他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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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电子号码叫做186 我这个车的 电池 变得 就是从来 通行 变得 186 就是他自己的卖号 大陸工業區是全台灣開發最早的一個工業區 那也是目前全台灣最小工業局辖下最小的一個工業區 所以這個以設計來翻轉工業區 從基隆從大陸工業區來出發 我覺得這個有歷史上的一個意義 也相信未來能夠騙起全台灣所有的工業區 讓所有的工業區都能夠向我們局長的一個目標 來做一個升級跟翻轉跟改變 那特別我們大陸工業區在最近這五六年的時間 有很大的進步 它的一個廠家數從103年的50家 成長到現在已經變成是78家 那它的一個營業額從原本的80多億 到今年也已經成長到140多億 那從業的人員也從2200多人增加到2700多人 我想這都是這幾年大陸工業區廠商跟我們的管理中心 跟工業區大家一起努力的一個成果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今天以設計來翻轉工業區從基隆從大陸工業區出發 我覺得這個有歷史上特別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市政府尤其我們林市長特別對設計美學 其實特別支持 我們就知道去振兵漁港 現在去都不一樣 現在多人人走路出來都有風 所以這個是市長團隊對於設計美學導入城市治理 我想這個真的是不簡單 那我們剛好有這麼好的市長這麼好的設計師 所以我們從台灣頭開始推動我這個設計導入我的工業區 那這個是一個起點 因為你只要願意 只要心中有想 這個改變就會發生 改變一發生 改變就會持續發生 所以剛剛在影片裡頭 幾個主任也都自己講設計很重要 這個我都有記得 土城工業區的主任 我心裡想要人區的 而且不用我記得影片裡頭都有 因為老舊工業區你要更新要翻轉 真的是要恆心跟毅力 也感謝我們的旅局長跟我們的市長 對工業區的多方面的協助 包括工業區立體化環境的改造 無人溪支流的防空設施 讓我們大武人工業區的廠商已有榮焰 不得不翻轉 機會總不會等人的 所以說我們企業其實秉持著 在街在立的心情 已經打招 當然已經有這個環境在這個地方了 我相信咖啡這村已經七十八圈 我們都都八十二圈 剩四圈已經要滿了 如果要進入我們大武人工業區的 比較快 在此在此在這個地方 再次謝謝我們旅局長林市長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位在基隆市暖暖區原有的 同軍露營中心 經過市政府及委外經營業者的努力 改造為高級的親子露營區 拉坡坡村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帶領下 議員們特地前往考察 同時希望在業者的經營下 可以帶動暖暖東式坑一帶的觀光發展 下雨天時遠遠看著 拉坡坡村露營區別有一番景致 而在露營區頂級帳篷區內 美女俊男或躺或坐或站 享受休假時的氣氛 這是位在基隆市暖暖區 原有的同軍露營中心 經過市政府以及委外經營業者的努力 改造變身為高級親子露營區 拉坡坡村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帶領下 議員們特地前往考察參觀 也希望在業者經營下 可以帶動暖暖東式坑一帶的地方觀光發展 今天議會就決議來這邊做一個市政考察 到底我們拉坡坡村的樣貌是屬於怎麼樣 不過剛剛來看了以後還真的是蠻不錯的 這個除了能帶動我們地方的這個繁榮以外 也可以把暖東峽谷然後把它提升出來 讓它的亮點讓所有各縣市的人都會知道 據說我們現在拉坡坡村現在不管是列家的 像今天下雨天今天還不是假的也還住宿還是八成 所以相當的不錯 頂級帳篷內可以入住兩到四個人 總共有24頂頂級帳篷 裡面都有冷氣舒適的床鋪更有獨立的沐浴和廁所 七到八級的強風萬一颱風來帳篷也可以整個降下來避風 安全沒有問題 遇到颱風天的話我們會把下面的這個帳篷 因為這個是可以放鬆的把它弄下來 因為你這樣受風的面積就會比較小 那如果真的很大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個鋼架是可以抵颱風的 大概七八級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會把那個上面的天帳把它拆下來 議會歡迎業者來基隆投資經營拉坡坡村 更希望帶來更多的觀光效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另外針對基隆市區田療河污染及惡臭等問題 市議員韓世玉在市長施政總質詢時 要求市政府要清淤 雙方你來我往氣氛火爆 聯合廠強強調田療河清淤已經委外規劃測量 淤積較嚴重的回傳池 將列為重點項目來處理 市長除了回傳池以外 田療河像臭水溝一樣 你要不要為你的政策負責 你現在要做淨水場 你在做的嘛對不對 對還是不對 請你回答我 現在立堅處理場正在進行施工當中 正在處理當中 你就不用清淤了 清淤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沒有一樣的課題 就是如何的解決田療河臭味示意的問題 你要怎麼解決嘛 田療河常常五顏六色啊 那你在進水場設置完成之前 是不是應該先清淤 這個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問題是你都沒做啊 不知道我幹嘛一直在這邊講 韓議員 這個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不要讓人家當你 沒關係 這個清淤的事情 是不是請張元良處長回答 好不好 好業務的事情嘛 那張元良處長請回答 跟韓議員做說明 公務處的清淤是為了解決防洪的問題 那目前水質改善的部分 當然環保局那邊在做利堅進化的處理 然後要徹底解決整個田療河水質的部分 就是我們講的污水下雨道用戶接管 那目前因為田療河的右岸已經接了 左岸的部分就是靠我們在人醫這一側 我都知道 對 本席都知道 謝謝 本席經常會看 相信師父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尤其是像很多啦 對啊 水溝不通 燈不亮 道路不平 這都是基本的 那水溝不通 就會有錯位 沒有 跟韓議員做說明 其實 臭味這個議題其實 沒有 現在很簡單 你們要怎麼解決 然後清淤 你也沒有清 那你要防洪 那你應該就要清 你不是只有清回船石 其他段你有清嗎 沒有清啊 到現在都還沒清啊 跟韓議做報告 是不是要編列經費技術清 防洪的部分我們 因為上一次清 防洪的部分 然後呢 然後呢 106年底到107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有 針對田療河去做 畫面的 回船池 回船池 對不對 我也知道啊 但是你回船池以外的 聽我講完 然後韓議做再來問 會淤積的部分 就是回船池的部分 到牛橋的部分 淤積最嚴重 所以那時候清 這個區塊清 牛橋以後的區塊 其實淤積的狀況是OK的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今年水情告急 您知道台灣哪個縣市自來水管漏水率最高嗎 答案是基隆市 光是去年就漏掉了3353萬噸 等於三個新生水庫耶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 來到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 要求做好水資源管理 而水公司計劃三年內 要投入5.8億元來更換管線 管線爆管自來水不斷的往外噴 像是一座小噴泉 真的是很浪費 但不說您不知道光是基隆地區 去年漏水量約3353萬噸 換算一下 形同漏掉三座新山水庫 一萬三千多座的標準游泳池 因為我們知道基隆它的地形比較特別 它三面環山 而且它的這個相關的管線系統 供水系統都很早就開發 所以非常的老舊 漏水率非常的高 加上地形的高低落差很大 我們整個基隆的秋林地 佔了這個總共的94% 而且它主要是要靠這個加壓供水 所以在管線的這個配合上 它就很容易破裂 根據統計 基隆市漏水率是28.8% 其市是台東20.97% 花蓮市19.02% 對比全國的平均13.61% 基隆市的漏水率等於多了一倍 現在自來水公司寄出了抓漏等四大法寶 已經成功逐年降低漏水率 用物外線的部分 改善不秀槓骨葬板 減草來做了街頭 街頭可能是造成漏水最大的原因 而且在用外線的漏水 那個地裏是 佔漏水還蠻高的 它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到十小時 不斷地在漏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管材的部分 做一些改變 用比較優勢的管材 來改變這個狀況 這個海水公司要針對基隆 來做一個專案的報告 跟專案的評估 甚至是是不是有相關專案的預算 來去提這個 現在目前這麼嚴重的漏水量 一年要漏掉三座青山水庫的這個漏水問題 一年可能會 這個光損失就損失了三億多公務的這個部分 來去做一個實際的總體的 體檢跟盤點 針對這個漏水域 全國第一名 這一點來看 第一個我們希望自家水公司 有兩點要加強 第一個是增加人員的編制 有所謂漏水醫生 然後時常能夠做相關的這個巡視 然後減少突然間的這個爆管 導致停水 那第二個呢 是要來做長時間的計畫 相信呢 在中央的地方的合作之下 我們有長時間以及大量的經費 來對基隆市這個多丘陵的地帶 實施全面性的管線的更換 基隆沾水破管漏水率高 主要原因是管線太老舊 自來水公司承諾 預計今年起三年內 投入5.8億元的管線汰換工程 不讓自來水再平白浪費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專家集團近年來深入地方 進入社區推廣媒體試毒的能力 讓銀髮長輩有滿滿的能量 來聰明分辨真假消息 鏡頭要帶你來基隆文安社區 啟動媒體試毒力 啟動媒體試毒力 聰明分配真假訊息 像螢幕顯示的這些 您有聽過或看過嗎 為讓銀髮長輩不被假訊息影響 中央集團深入地方 從訊息的來源出處 分享查證 讓基隆文安社區的長輩們 能輕鬆理解並實踐 透過那個基隆來這邊講解 又有影片給他看的話 特別的媒體來講這個主題的話 對他們來講會更相信 這個社會上的一個歪現象 以免以後再被受害 文章的最後通常都要求大家 做什麼事情來增加領域率 與長輩們互動 加深對媒體試毒的印象 像一些假的消息 我在這個電視或者是媒體 或者那個手機 一切都是在講一些 對他們自己有利的商業消息 是假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剛才我聽這些資料以後 我會比較知道說 怎麼去辨識假新聞 然後我們會啟動媒體的辨識 多看一些先導 不被假訊息牽著鼻子走 真的很重要 基友室議員童子偉 親自到活動現場與長輩們寒暄 更以自己服務處碰到的真實案例 與大家分享 提醒長輩們 一定要聰明辨別增加消息 我想要特別感謝中家集團 但他們無法辨別真偉 所以我想中家集團這個愛心 這個議局 我想非常的令人感動 讓我們的長輩可以更深入 更了解我們這個網路辨別的能力 假新聞雖然不是新現象 在傳播歷史中也屢見不鮮 但在網路社群 及串流平台的興盛下 卻加速助長了假新聞的擴散速度 與影響範圍 假新聞的產製及散佈 更成為新的不效盈利模式 可影響的氛圍與層面難以預測 因此呼籲所有的月聽眾 務必要謹慎篩選資訊來源 聰明分辨 增加新年 記者蔡小君皇壮明 采訪棒棒 再次醫療消息 不少人尿尿時 發現會有泡泡 因此擔心是否就是尿蛋白呢 衛福部健康醫院腎臥科醫生表示 如果從外觀來辨別 要像蛋花湯一樣 浑浑浑浑的有沉淀物 就必須要趕快到醫院來檢查 不然引起泡泡大多有其他的情況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上廁所小便後 不少人會發現便器裡面的泡泡多 也沒有一下子就散去 擔心是否就是俗稱的泡泡尿 也就是蛋白尿 比如說最近吃的比較鹹 或是吃大餐是比較多 要不然說是太累了熬夜過度睡眠不足 或是工作比較累 多少都會影響到 你隔天進來的那一泡尿 如果說改善的時候 你的症狀還改善了 那可能就是因為生活作息有點亂 那就比較放心 如果還是不放心 就來醫院幫你檢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